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哲 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影响 苏哲 西元1039年到西元1112年 自自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历史学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以下是苏哲的生平简介 一 家世背景 苏哲出生于苏门苏巡家族为文学世家 他的父亲苏巡是一位儒学大师 对苏哲的文学启蒙甚深 苏哲晚年字号影兵已老 北宋梅州梅山 金四川梅山人 他是苏巡的第二个儿子 大师人苏东坡的弟弟 是称小苏与父兄并称为三苏 聚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苏哲他们的家族是文学世家父亲苏巡 亦是文学巨博 苏哲的文学造诣深厚 由以诗歌散文建长 他以丰富的才情和卓越的文学天赋 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风潮 二 文学才华 早年级展现卓越的文学才华 精通诗文词赋等各类文体 他在文学创作上强调融会古今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被誉为文学界的佼佼者 三 政治生涯 苏哲曾历任官职 但由于不满当时的政治腐败 多次遭到贬值 尽管受到排挤 他仍保持对政治的关心 通过文学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评 表现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四 教育理念 苏哲注重教育 曾在官职之外创办私塾 以推动文化教育培养后进 他主张修养文学才情的同时 更应关心社会关怀人民 体现了一种融合理想主义 与现实主义的思想 五 儒家思想的研究 苏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他在文学和历史著作中 融会儒家经典 对儒学进行深入的研究 他的作品中常常体现了对儒家 伦理道德和仁爱的强烈关注 成为当时社会风气中的 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六 对当时时局的反思 苏哲生活的时代 正值北宋政治的相对稳定时期 但他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的批判和反思 使他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 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操守 和对于清明政治的追求 尽管这使他屡次受到贬观 却彰显了他维护正义的信念 七 与其他文人的交往 苏哲生活在 一个充满文学氛围的环境中 与当时其他的文学巨匠 如苏巡 苏氏 苏东坡等 有着深厚的交情 这种文学家庭的环境 和他与其他文人的交往 对于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的形成 都有所注意 苏哲的思想亦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主张文学要有社会关怀 提倡文学与政治相结合 这种观念在后来的文学理论中有所体现 苏哲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刻的政治见解 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对于唐宋时期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苏哲的文学风格融会古今善于借鉴 先贤之作并注重语言的丰富表达 使其诗歌充满丰富的情感和深度的思考 他的散文 亦以丰富的内涵和优雅的风格为人称道 成为当时文学的代表之一 苏哲的著作有《鸾成集》《鸾成后集》 《鸾成三集》《应兆集》《诗集传》26卷 《春秋集节》12卷《孟子节》《论语》11 《古史》60卷《龙川略志》10卷 《龙川别志》8卷《老子节》2卷等传于后世 在政治上苏哲曾历任官职 但因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而多次遭贬 尽管如此他仍不改对政治的关心 通过文学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评 表达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显示了 他独立而坚定的政治立场 苏哲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上 他提倡京师志勇主张将文学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 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理论发展 他主张修养文学才情的同时 更应关心社会关怀人民 体现了一种融合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思想 此外苏哲在教育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 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修养 和学问的同时培养人的品德和情操 他曾在官职之外创办私属以推动文化教育 培养后进对于当时的教育体制 和文学传承有着积极的影响 苏哲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上 他提倡文学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强调文学应具有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 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点 影响后来文学创作的方向 使文学更关注社会人情 反映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 苏哲的丰富学识和深厚思想 也在他的弟子中得以传承 他的教育理念和学术观点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形成了苏门文学的特有风格 苏门文学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 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 除了他的学术与文学成就 苏哲在生平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面向 一 苏门学派的兴起 苏哲的思想风格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发展 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苏门学派 这一学派强调丰富的才情 对时政的关切 以及对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 苏门学派的影响在后来的文学创作 和文学评论中持续存在 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作为政治意义者 苏哲因不满 当时政治的腐败而多次受到贬观 但他并未因此屈服 相反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通过文学表达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不满 体现了一位文学家对理想政治的坚持 这种政治意义的态度 也为后来的文人提供了参照 三 对教育的重视 苏哲不仅在政治和文学上有所成就 他还非常重视教育 他创办私塾以推动文化教育培养后进 他的教育理念主张修养文学才情的 同时更应关心社会关怀人民 体现了一种以教育为社会发展基石的观念 在他的生平晚期 苏哲的政治生涯经历了波折 但他并未放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 以下是他晚年历程的一些要点 一 贬观归隐 由于对当时政治的不满 以及与权臣的矛盾 苏哲多次遭到贬观 晚年他选择了归隐 离开政治舞台 专心从事文学和学术创作 二 有人往来 虽然远离官场 苏哲与有人的往来未曾间断 他与当时的文学巨匠如黄庭坚等 保持着书信往来 这些文人互相交流观点 共同推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 三 晚年的生活 苏哲与晚年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他对于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仍持续不屑 然而他在1112年辞世享年73岁 尽管在政治上经历波折 但他的思想和影响在后来的历史中继续发酵 总的来说苏哲的晚年历程表现了他在面对 政治挫折时的坚持和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懈追求 他的归隐生活以及晚年的著作 都为后来的文学和历史研究者 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苏哲的晚年生活亦彰显了他对家族和教育的关心 一家族与后代在隐居的年月中苏哲对家族非常关怀 他致力于经营家业希望保持家族的荣耀 同时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讲究 传授给他们自己的文学见解和儒家思想 希望后代能够继承家学 二文学与教育的结合 苏哲在隐居期间并未放弃他对文学和教育的热爱 他经常与弟子和文学朋友进行交流 分享自己的文学见解 同时也给予后辈一些建议和教诲 这种文学与教育的结合体现了 他对知识的传承和对后人的启发 三、对理想的坚持 尽管晚年生活较为平静 但苏哲并未放弃对理想的坚持 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清明政治的 憧憬以及对社会风气的期望 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在他的晚年依然保持着活力 苏哲的晚年虽然离开政治舞台 却在家族的经营 子女的教育以及与文学界的交流中 展现了他对于传统价值和文化传承的重视 这段时期的生活也进一步彰显了 他多方面才华和丰富人生的特质 总体而言 苏哲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多重角色 既是文学巨匠、历史学家 也是政治意义者和教育家 他的思想和贡献在中国文学政治 和教育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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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ism by revoluce